欢乐送第二季也快要开播了 等着这么久 迷妹们终于等到好消息了 而目前有媒体报道 欢乐送五美将登上春晚 可见这五个好姐妹的超高人气了 作为童星出道的杨子 一步一步的成长 观众也是有目共睹的 1月5日 杨子先身上海出席时装发布会 直见她一席粉色漏肩短裙亮相 秀出一双白嫩大长腿 等斯曼感叹 简直瘦成了一道闪电 有没有 这是要惊艳四座的节奏啊 现场她大方吐露欢乐送第二季将要杀青 并自曝五美之间的亲密关系 笑称自己是五姐妹里的开心果 马上就要杀青了 对大概在17年的5月份吧 我的担当就是开心果吧 因为欢乐送的超高人气 连春晚都对他们伸出了橄榄枝呢 对此杨子该怎么回应呢 我也是在那个带 我听领导指挥 让我去我就去 作为圈里小有名气的搭配超人 此次杨子的搭配也是格外的亮眼 还不赶紧跟广大粉丝们分享一下你的穿衣搭配技巧 我觉得就是选择适合自己的 就像我刚才说每个女孩都知道自己的缺点是什么 比如我也知道我的身材缺陷是什么 可能这么多年然后每次参加活动的时候拍出的照片 我也会知道有一些问题存在 所以我就会避免穿一些让自己身材暴露不好看的衣服 与张一山一起出道被观众称之为青梅竹马 不知两人私下关系好到了什么程度呢 我只是觉得那时候我跟张一山挺可爱的 其实我现在我现在看那个视频都觉得 哎呀当时我们俩怎么这么逗 就11岁小孩两人演的还挺好 就一种这种感觉 我觉得那是特放得开 反正可能越长大了 你有的时候会觉得放不开啊比如什么的 但是小时候就觉得无所谓 我就是喜欢演 就是睁着眼的那种 我觉得小时候那种感觉特别好 我们在看我们的声音 i know oh i'm dreaming about